几经患难见真行,众欢终于冲破心中加速,和如双一颗珍珠定终身。 小贵文烟也情根深重,众欢更算出二人有三世纪权分。 可惜好几货场,小贵未替好友报仇,火烧茶楼,贵妇呈戴罪羔羊。 文烟未救贵妇导致双目失明。 小贵更是痛失至亲,伤痛欲绝,是要把小贵未贵妇陪葬。 云真未救小贵苦练邪术,以为可以打败重宽。 邪始终不能胜胜,云真惨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自小 身世飘零 受尽欺凌 才造成我的性格这么偏激 刑查踏错 落得如此的下场 早知如此 你又何必当初呢 好 如果你真的肯痛恨前妃的话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你说吧 要是我做得到 我一定帮你们 那 小倩是一只善良的女鬼 我希望你把她的骨头交出来 好让她早日投胎转世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我有两件事 要求你们 什么 现在你还要跟我们谈条件 我知道 我现在 是个阶下球 根本没有资格 谈什么条件 可是这两件事情 对我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的 你倒说了 听听 第一件事 我知道 可必烧死你爹 你恨不得将他碎石万段 可是 他是我的亲生骨肉 只怪我管教不严 我求求你们 放在一条生路好不好 那是 可必这个孩子 出世不到十日就死了 你们是名门 正派 有好生之德 求求你们 放开一条生路 我来世 做牛做马 我都愿意的 那第二件事呢 当你们回去 拿小倩的骨头的时候 顺便 帮我交一个物件 给我燕姑娘 她看了 自然会明白 这个女人 真是走火入骨 连住的地方都摆设得这么古怪 一邪美的 师父 你看 小心 梁鹏 可能会有酱头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找出那根骨头 还是赶快找吧 好 师父 你看 那边有个盒子 来 来 让我来 小倩 这下子有的救了 师父 师父 快走吧 不 她不是说她有点东西留给文艳的吗 这里人一定是胡说八道 这里的东西怎么跟文艳有关系呢 我们都已经来了 她说找找吧 好吧 她说这个物件是用一块红布包制的 先父 梁昌这位 梁昌 这名字好说 哎 你怎么了 我记得 文艳的爹 也是叫做卢昌 哦 龙元真要把这东西交给文艳 他们又是秀卢的 莫非 哎 文艳也告诉我们 她有一个姐姐啊 不可能的 文艳跟卢云真不会有任何关系的 这个神主牌 一定是当女魔头设计出来的诡计 我把它扔掉师父 不要出动 我先查清楚再说 哎 走吧 师父 听里面的小鬼给我听着 现在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 如果你回答了 我就放你出来 我答应你了 快放我出来吧 你们想问我什么 那 我们问你的 你要实话实说 卢云真是你的亲娘 是 她是我娘 我再问你 神主牌上面写着 卢昌 她到底跟卢云真是什么关系 我当然知道了 卢昌是我外公 看来我的猜测并没有错 不 一定是你在撒谎 文艳怎么会有像卢云真 这么恶毒的姐姐呢 你不要乱说话 不 我说的都是实话 是我娘亲自我 看来这只小鬼 并没有说话 如果这件事情 让文艳知道 他一定会比你击中千百倍的 师父 文艳现在眼睛看不到 心情已经很低落了 如果让他知道真相的话 他会受刺激的 那我们就暂时瞒着他好了 你们是不是捉了我的娘 不关我娘的事 犯我的事 求我自己的主意 他根本不知道的 哪到陈平叔是死 真的跟卢云真没有关系 不 这些小鬼是他养的 他难辞其咎 再说他害死人了 我最不可思啊 师父 求你们高太贵手 放我娘一条生路 做做好些 放我一条生路吧 有你在这间都经会害人的 你们不要杀我 要不然我就永远不能超生了 大师 求求你了 大师 你不要杀我 大师 求求你们 给我一条生路吧 爹 杀死你的元兄军找到 我会好好地处置他 你放心 不认识 你 小鬼 只是一只被教头术 控制的鬼魂 他杀人 虽然罪不可受 不过 我希望你能够念在 上天有好生之德 让我放太条生路 师父 我定是给小鬼害死的 你干嘛要放了他 我们邪道之人 是绝对不可以赶尽杀局的 况且我们的祖师爷 也要我们积善助德 小鬼 我这样做还不是要给陈平叔 积福吗 我只希望他能够早晨升天 早登行 你 听我拿着 天零零 地零零 山有山报 恶有窝落报 快点找个好地方 不要再危害人间了 师父 小鬼去的哪里 他已经变成一只蜻蜓了 蜻蜓 他虽然作恶 但留意余地 让他点缀整尖 不是更多美意吗 中文字幕作为一份 我知道 你们已经将我的孩子给处置了 斋长谢谢你们 你们没有将他的魂魄打散 其实 做蜻蜓也好 不用再做小鬼 这事 可以海阔天空的飞翔 文艳 已经知道我是他姐姐了 为什么还没来看我呢 我知道 我知道 自己作恶多端 他不来看我 你是情有可原的 够了 文艳的姐姐是卢文献 不叫卢云珍 到现在 你还不相信我是卢文献 好 文艳身上 也是有一块这样的玉佩 你交给他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神主牌可以伪造 玉佩可以是偷来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好 有一样东西 绝对是讲不了 这是当年 我爹帮我们刺手 爹在 我们姐妹俩的手上 刺上一只蝴蝶 好让 我们日后可以相认 如果你还不信的话 可以在文艳的手上 尝他 我早就知道 文艳来南洋找我爹 可是 我不想让他知道 他的姐姐是个降头师 所以便不敢认他 既然以前不想相认 就让文艳 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事实 那岂不是更好 你以为我不想吗 可是文艳的眼睛 如今是被降头火 给灼上了 如果我不医治他的话 他的眼睛是没有救的 不用假惺惺了 关于这一点 我们自己会想办法 为什么你就这么狠心 不让我医治我自己的妹妹呢 就是在三十天之后 他没办法医治好的话 他就永远也看不到东西 你说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文艳知道 他有个像你这样的姐姐 我今天来这有目的 只想告诉我 过几天你要就地正法了 其实 我死不足惜 我只希望 在我临死之前 能够为我 还有我的孩子 所做的一切罪业 做一点补偿 我去注意 这样子 我死也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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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死也瞑目了 我死也瞑目了 大师 人龙他这里 怎么会这样子的 糟了 我一时没想到 井底并没有完全干渴 就把人龙的尸体放进井里 现在一定是井里的沼气 加醋了将头毒的发作 我真是失策 师兄 这也不能怪你吗 是怕他吸收了热热精华 变成僵尸去害人才这么做的 师父 这下该怎么办呢 人龙的尸体 会不会继续腐烂下去 人龙生前多灾多闹 现在会不会死无全尸啊 我现在更担心的是 如果不把他体念的将头毒驱除 就这样草草下葬 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师兄 不如把他的尸体烧掉算了 为什么要烧我爹 不要烧我爹 大师 人龙生前最怕火了 你不要烧他 我确定不让他早日入土为安 不要烧他 我确定不要烧他 不要烧我爹 金大嫂 你别这样 别起来吧 我又没有说我要烧人龙 是啊 金大嫂 我也只是随口说说罢了 大师 请你想想办法吧 我会尽力的 不过在我还没有想到办法之前 我看先把他的尸体放回井底吧 骨儿 来 吃饭 我不吃 骨儿 那个大师是坏人 我明明听见他说 要烧爹的尸体 不会的 虎儿 你别生气了 大师答应想办法安散你爹的 我不信 他是坏人 干爹也是坏人 他们不会把爹安葬的 都是你不对 你不要好好保护爹 他的身体才会赖 我没有 那天你明明说过 那天你明明说过 四十九天后 你也就会变成蝴蝶 现在他没变蝴蝶 他们还要烧了他 我 你骗我 你跟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骨儿 难怪是永远要骗你 你听我说 我不听 我不听 骨儿 你为什么走了这么早 留下我们骨儿吧 我该怎么办呢 他们说要把你烧了 骨儿困我没有好好地保护你 你救救我 我该怎么办 师兄 上次我种桃花酱的时候 你不是把酱头过给青蛙吗 这次我们可以一样画葫芦啊 人龙个子是比我大 不过我们可以找着鸡不就行了吗 上次你种的是桃花酱 不过这次我们根本不知道 人龙种的是什么酱 我已经出了差错 那就不得了了 有了 这个酱不是那个坏女人给下的吗 她一定会解 我们叫小桂去问她不就行了吗 那个女人心肠这么坏 害人都来不及呢 她又怎么会帮我们解酱头呢 大师 你说对不对啊 是啊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但是我们总得想个办法 救人龙才对啊 有了 是好好主意你先说 我们找一个治阴的日子 下葬人龙不就行了吗 下个月十六日就是狗食日 就许那天好了 此乃是大阴之日 众向逃而死的人既阴 更不能够下葬 只有我们俩的生辰八字 才能够敌得过 我们敌得过 对呀 天狗食日 一切都是相生相克 什么都可以破解的 那我们不是可以 可以成亲了 到时候冲破天机 你们就不怕谁克谁了 我早就算到了 不过 所谓天机不可泄露 如果冲破天机 可是要折兽的 怕什么嘛 我是无所谓 不过我怕连累你 你本来可以活九十岁的 不过因为你泄露了天机 现在只能够活到五十岁 五十就五十嘛 只要我跟着你二十多年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看 如双姐都不怕了 大师 你身为男子汉 何必婆婆妈妈呢 好吧 我现在郑重地向你提出 我希望那天 你能够做有 梁重汉的妻子 好吧 文艳 你在干嘛 你啊 房间乱七八糟的 我在帮你收拾啊 这谢谢你了 还记不记得 我们上回在县管拍的照片 已经充气好了 真的啊 美不美 我看不见 对不起 没关系的 你告诉我就行了 那 左边是我 右边是你 蚱蚣在中间 我还笑得这样不见眼呢 左边是你 右边是我 蚱蚣在中间 看不见没关系 我记得就行了 嗯 嗯 嗯 小贵 我现在看不见 你会不会嫌弃我 这怎么会呢 我一定会照顾你一辈子的 不相信的话 你搁我的神 好啊 如果你敢反悔的话 我就打到你富贵花开 哈哈哈哈 再来一次啊 左边是我 右边是你 蚱蚣在中间 好 你再来一眼给我看看 怎么样大夫 你没办法医治啊 这位姑娘的眼球根本没有问题啊 眼睛周围的肌肉也没有受损 姑娘啊 你真的看不见啊 喂 你开什么玩笑 如果看得见的话还要来看医生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真的查不出什么毛病 我我无能为力 是啊是啊 可能我的眼睛真的没什么问题呢 所以大夫才检查不出来啊 如果没问题的话 你怎么可能看不见呢 你怎么做大夫的 他去回家睡觉好了 你别激动你 对不起对不起大夫 我们还是走吧 对不起啊大夫 你干嘛跟他说对不起吗 窝愣大夫没问题 莫名其妙啊 收费还那么贵 他仅仅是个佣衣 热火了吗 我把他的招牌给拆了 不过你别难过 南阳有很多大夫的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我一定把你眼睛给治好 别浪费时间了小慧 我已经看了三十几个大夫 都没有办法 算了 这样吧文艳 你的眼睛是被酱头火灼烧 我带你去找酱头师 一定可以把你眼睛治好 不要啊 他们只会害人 怎么会救人呢 我最讨厌他们的了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们呢 小贵 我已经习惯了 会照顾我自己的 你别担心啊 你看 这个天 是蓝的 树呢 是绿的 还有 你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是灰色的 是你最喜欢的那一件 对不对 冰雪那些 一出事就看不见的人 我已经很幸福了 还有还有 这是我拍的照片 你呢 在左边 我在右边 炸猛就在中间 这件我都记得 小贵 你不相信我会照顾我自己 我逛马路给你看 万一 小心啊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没事啊 我真的没事啊 我再试一次给你看啊 我再试一次给你看啊 万一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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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说 叫你扭着我 我帮你去最终 没事 小龟真的没事 你别安心 你刚才差点被假设撞到 你知道吗 只是差一点嘛 又没有撞到 没关系的 真的 你别装着若无其事了 我知道一个人会正好你的眼睛 你跟我来吧 来 来 坐 小心点 文言 现在大夫就在你的面前了 大夫 你好 这个大夫不爱说话 你让他检查就行了 大夫 你的手好温暖 好舒服 怎么样 文言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 很好啊 文言 大夫说你没问题了 你还是先回家休息吧 大夫 你好奇怪 你怎么都不说话的 大夫喉咙不舒服 所以说话不方便 阿病啊 你先送文言回去吧 好 文言 我有事要回马塔索一趟 你先走吧 你去忙你的吧 对了 大夫 如果你的喉咙不舒服的话 可以用枇杷叶冲茶喝 这是小时候我爹教我的 很有效的 记得 我真后悔 我真后悔 我的所作所为 现在连亲妹妹也不可以相认 我对不起她 我对不起我爹 她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可是 为了不让她起疑心 你还是买几铁 凉茶什么的给她喝 让她以为 她是服了药材好的 谢谢你 啊 还有一件事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想问我 怎么样破解 金少爷身上的酱头 好吧 你明天 把她的尸体搬来这里 我做点法 就可以解除她身上的架头毒了 可是这里是牢房 怎么能无缘无故搬个尸体进来呢 那正好另想办法了 走了 你去找 十八种鲜花的花瓣 把它弄碎了 然后把一些花瓣 和金少爷一起下葬 她身上的毒 就可以破解 我知道 我以前 做过太多坏事 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不过我相信你也听过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我真的希望 在临死之前 好好地赎罪 喂 你干什么 只有把诗降者的血 跟重酱头的人一起葬 她身上的酱头 才会解除 也可以 早当极了 老板 若双姑娘 你真的又来买酱衣裳 大吉大利 什么真的又来买 我这次是真的一定要做新娘子了 那就恭喜你 谢谢 老板 这块布怎么卖 金大嫂 这么巧 明年来买布 我是来给虎儿买布做衣服的 老板 这笔布多少钱 三钱 谢谢 金大嫂 你给虎儿做衣服 有这么多布料 都过一个大人穿了 何况这个银色 真的有点像兽衣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做大点好 明年还给穿啊 对不起 我有事不跟你谈 金大嫂 金大嫂 他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呀 难道 我又说错话了 药刚先好 快喝了吧 小贵 慢着 吃吃什么药 好像是凉茶的味道 你到底带他去看什么大夫 师傅 管他什么药嘛 最重要是喝了会见效 对不对 快喝了吧 快来帮忙吧 快来帮忙啊 天呐 不是吧 你把整条件的东西都买回来了 当然了 成亲有很多东西要张罗的 哇 师傅 我真的很羡慕你啊 要不然显示 却用不着操心 这是个幸福的男人 卢双姐 你买了一个红灯笼吗 你操心了 还不是看得很清楚 太好了 今天看得不是很清楚 过几天就可以看起东西了 哇 那个大夫还真有两下子啊 文言恭喜你了 谢谢 小贵 这个大夫会治酱头火 看来他一定是被糕着 可能吧 我们再试一试啊 你说这被单是什么颜色 橙色 师兄啊 你看 你看 我跟手指头 你看 你看 这块红布美不美啊 太红了 成亲嘛 当然要穿红色 怎么说总好过金大嫂 买了寿衣布料 给虎儿做衣服 什么 你说金大嫂 买了做寿衣的布 对啊 那笔布足够做一个 大人的衣服呢 大师不好了 虎儿 老娘 你累不累啊 不累 走吧 快 姑娘 年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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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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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张罗 人龙的事情不见了 师父 好 要是金大嫂带走还好 万一事变的话 就会害人了 我们别说那么多了 还是快去把人龙的世界找回来吧 好 人龙 你安心吧 希望你早等极了 再骗着你 还给我保佑我们母子 不玩了 再把泥土在你爹身上 是 娘 师父 他们在前面 金大嫂 快 金大嫂 快 金大嫂 快 快点 快 快 我救救你们 我不要杀人 不要杀我 不要杀他 我救救你们 我救救你们 我救救你要干净 金大嫂 我救救你们 金大嫂 金大嫂 你不要这样 我们会帮你的 你不要这样 金大嫂 师兄 你帮帮她吧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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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vrolet bo Czyli boundary 我来帮你 我是 为了不要令眼 都想 Soleリ 小贵 是不是你们回来啊 是啊 文艳 可惜你没有看到 刚才金大嫂 真的想把人龙偷偷安葬 那种场面真叫人心酸呢 没想到大嫂平时那么柔弱 竟也能做出超出她体力的膳来 这在那个晚上 大家肚子都饿了 我去弄点吃的 不用了 我已经蒸了一些包子 还添了一壶热茶给你们呢 文艳 没了眼睛好了 我没想到我的视节那么快就好转 相信很快就会复原了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你明天再带我去见那位大夫 我要亲自谢谢他才行 明天再说吧 我去拥包子去吗 我去哪 我帮你好 小贵 跟我一起上楼 我有一话要问你 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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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什么 谁是鲁云真的亲妹妹 事到如今 我也不想再瞒你 这神主牌从哪里来的 我爹他死了 你冷静点听不住 这怎么可能的 这神主还在罗云真家里找到的 而且他也亲口证实 你就是他失散多年的亲妹妹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他怎么会是我姐姐呢 你先冷静好不好 小贵 我不跟你说 是怕你受不了这个打击 你知道吗 雯妍 小贵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是不是 这不可能的 大师 大师 你德哥望重 你德哥望重 你不会骗人的 是不是 你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对不对 大师 这是真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那个女魔童 不可能会是我姐姐 不 不可能的 婉姨 婉姨 你待着我 你听我说 喂 你待着我 你听我说啊 我姐姐是卢文心 不是卢云珍 你告诉我 那个女魔童 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我言 你得接受这个事实 卢云珍就是卢文心 她就是你的亲姐姐 不 这不是真的 不 我当然希望这不是真的 可是神主牌的事怎么解释 还有 她有一块玉佩 跟你的是一模一样的 神主牌可以假造 女佩也可以是假的 她是女魔童 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对 我当初也是这么巧 可是她手上有个蝴蝶印 要怎么解释呢 不可能的 这不是真的 她的蝴蝶印 跟你的是一模一样的 你说什么 蝴蝶印 我不相信啊 你想想不是也有个蝴蝶印吗 够了 这不是真的 不可能的 是真的 那个女魔童 怎么可能是我姐姐 你骗我的 这是事实 女魔童 你骗我的 你骗我的 你骗我 截着她 好 你骗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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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骗我的 是不是我姨姨来的 我姨姨 你终于肯认我这个姐姐了 你的眼睛该没事了吧 你不要再假惺惺了 顺的女子的呱呱嘞 哎呦哦嘿 顺的女子认老人缘 哎呦哦嘿 顺的女子最可爱了 顺的女子书记不佳 你不要再唱了好不好 文言 我知道 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姐姐 可是有些事情 不是说忘就忘得了 我记得这首歌 是我们小时候 最爱跟着爹唱的 那时候我们一家四口 过得很开心 要不是爹带我出来 我们姐妹俩 就能一起长大 感情一定很好 你说对吗 你不要再说了 想不到 想不到 我们姐妹俩 好不容易才相认 明天 就要阴阳两个了 明天 我就到刑场受刑了 不过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在临死之前 见到我亲人一面 爹是什么时候死 他是怎么死的 爹是在两年前死的 他临死的时候 我更喊着你的名字 他叫我去找你 祝父 一定要好好地照顾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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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的命也是很苦的 要不是当年家乡大叔 爹就不会 帮我带到南洋来 我才几岁 就去给人家当丫鬟 后来 还让大老爷凌辱 我十五岁就怀孕 孩子也出事了 就要我折了 我也被人赶了出来 我一个女人家 无依无靠 只有去拜师学降头 师父的脾气很古怪 不是打就是骂 我的性格 才会变得这么偏激 我真的很后悔 我所做的这一切 可是 我从来不怨任何一个人 这都是我的命 其实这样子也好 我可以早点下去 看到娘 看到爹 我们总算可以团聚 你不要再说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爷 爹就葬在 新山的坟地 如果你有空的话 就去拜祭他 我记得明天 就是爹的祭日 你去拜祭他的时候 顺便 替我告诉爹 他的大女儿不孝 不能来向他 口头告别 请他千万不要怪我 这是你最后的一顿饭 吃饱了 好上路 你快吃吧 我吃不下 你吃一点吧 空着肚子上路 会做饿鬼的 吃吧 听见你了 哪吃 火焰 小鬼 我希望 我死了之后 你帮我 好好照顾我 你 最英格好 哎呀 这个是石头啊 想想到孩子很多人呢 爱心却记忆 幸福的人不愿心 断了趁几乔来苦苦追寻 里面和你漂泊不定 红热你的眼睛 在看见人生的伤心 投入风里与你相依为你 用我的口吻你的心 看着你的眼睛 有太多太多会不停 心疼你每一步爱的艰辛 苦难的梦特别记性 不让你的眼睛 在看见人生的伤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疼就是想转牛大奈